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在肌肤保养就像是给予我们每一寸肌肤满满的爱 补水是它的强项 而水分也是肌肤维持稳定状态的关键之一 因此几乎各种肤质都可以从玫瑰纯露获得帮助 但玫瑰纯露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香气 这个自古就被人类追寻的珍贵花香 让人每次使用玫瑰纯露就打从心底开始煤起来 玫瑰这样古老的植物又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 于是有着自然原生以及人工培育发展出来的超多玫瑰品种 它们也有着各种样貌 像芳疗中常用的玫瑰花 长相其实跟我们在花店常看到的玫瑰非常不一样 虽然长的样子也很美 心花怒放的样子 但花店中常使用的切花 大多来自于茶玫瑰这种品种派系的延伸 它的花瓣边缘会回滚 形成尖角 芳疗中比较常见的玫瑰大概有三个品种 大马是个玫瑰、白玫瑰、千叶玫瑰 而我们最常被问到的就是 这三种玫瑰纯露有什么不一样呢? 从我的经验看来 这三种玫瑰纯露作用方向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主要是在气味上有一些些不同 从网络上很少有的资料看来 这三种纯露主要的方向分子都是 本蚁醇、香茅醇、芒牛儿醇、橙花醇 只是三种玫瑰纯露中成分比例略有高低不同 细细品味的话 大马是个玫瑰它有一种特有的荔枝酸香味 白玫瑰相比起来多了一点点类似蜂蜜的甜味 千叶玫瑰则像是清晨花瓣上的露珠 因为每个人心目中的玫瑰香气都不一样 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试试看三种玫瑰纯露的气味差异 然后挑选自己闻了以后感觉最心滑开的那个玫瑰纯露来使用就可以了 因为喜欢味道才会常使用它 常使用它作用才比较容易显现出来 而当我们闻到喜欢的香气 脸上的线条自然也会变得柔和美丽 更加放大玫瑰纯露珍贵的保养作用 假如你闻到一种纯露叫盐玫瑰纯露 发现根本没有新花开的感觉 反而像是喝了一口烟熏乌梅汁 这是正常的 因为盐玫瑰这个植物虽然也有玫瑰两个字 但它是半日花科盐强微属的植物 跟前面我们讲的强微科强微属的玫瑰 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植物家族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它的名字里面还有玫瑰两个字呢 或许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家人和单半玫瑰 这种玫瑰品种长得蛮像的 所以当初在取名的时候就沾到了玫瑰的边 如果有知道取名由来的朋友 欢迎留言跟我们说 盐玫瑰的芳香分子并不像玫瑰一样储存在花瓣 而是在枝叶分泌出的树枝类物质 强项是在于紧致肌肤 淡花纹露维持肌肤的活力弹性状态 也是成熟肌配方中常见的成分 如果讲到这边你对于要选择哪一种玫瑰纯露还是没有把握 这样说吧 大马士革玫瑰是最有名的玫瑰品种 也是最畅销的玫瑰纯露 如果要送人不确定对方喜欢哪一种玫瑰气味 选择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至少我们有一个可以说明的选购理由 说这是最出名的或者最多人喜爱的玫瑰品种 相信对方都可以感受到你美好的心意 如果你观察到对方平常喜欢素牙的服饰 或者无影感的生活环境 又或者是特别不喜欢酸味 那么白玫瑰这样有着纯净无瑕的特色 带有一点甜味的香气 或许比较会是他喜欢的气味类型 假如对方的心思细腻又不喜欢高调张扬的感觉 有着繁复花瓣的千叶玫瑰应该可以投其所好 不管选哪一种 不要误选到是烟熏乌梅枝的盐玫瑰就好 但如果你是要给成熟机的朋友使用 强力推荐在三种玫瑰中选择一种纯露 然后搭配盐玫瑰纯露 补水紧致维持弹力效果一把抓 让人用了小哈哈 希望这样的介绍能帮助你选择出适合的玫瑰纯露 我是雪莉 你的方辽生活家教 雪莉的方辽比一比 我们下次见 拜拜